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那被劈开的时空之内有一道星门 见到这一幕 云起和叶玄相视了一眼 下一刻 两人同时消失在原地 当两人穿过那道星门之后 两人出现在一片星空之中 在两人面前不远处 那里坐着一名中年男子 万历 当年六大天位警强者之一 这时中年男子突然轻笑说 竟然能够找到我的新宇宙 很不简单的 说着他缓缓抬头看向叶玄和云起 叶玄看了一眼中年男子 然后说 前辈还活着 万历诞声说 不然呢 前辈厉害的 万历看了一眼叶玄手中的青玄剑 沉默不语 此时想到什么 他又看向一旁的云起 你是北派的 云起点头 对 万历低声一叹 你们两个要做什么 传承 宝物 叶玄也是连忙点头 万历沉默片刻之后说 我没有宝物 也没有传承 天灵气说你有 万历突然怒骂 吃个狗 本言云起带眉微醋 这是在万历犹豫之下 然后说 我不是骂你们 云起神色平静 我们来都来了 你总不好让我们空手而归吧 万历沉默不语 如果是一般人 他早就出手灭杀了 虽然他伤势现在未完全恢复 实力不如巅峰时期 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欺负的 可问题是 眼前这两人他不敢打 一个是北派的 这绝对不是他能够招惹的 一个是来历不明的家伙 不说别的 就那柄剑 就不简单的 而且 眼前这位 曾经还是一位天命之人 最可怕的是 他还看到 这少年身上 已经建立起秩序 而且 这种秩序 不在大道比主人之内 是大道比主人秩序之外的秩序 这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 这少年是一个造反的家伙 秩序竟其实也分两种 第一种 大道比主人内的秩序 第二种 大道比主人秩序之外的秩序 第一种秩序 其实不太可怕 因为这种秩序 是在大道比主人创立的秩序之内 虽然后称是秩序竟 但实则还是得遵守大道比主人的秩序 因此也被称之为内秩序 而除了这种秩序 还有一种秩序 那就是外秩序 之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外秩序 那是因为到目前为止 外秩序的强者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反正 他是从未见过 外秩序就代表着要颠覆大道比主人的秩序了 这就是实打实的造反了 这大道比主人能忍吗 然而他没有想到 今天见到了 而且这是一位看起来很弱的少年 两个都惹不起 这时一旁的云奇突然说 多少意思一下吧 万力低声一探说 两位 我在这里躲藏了这么多年 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吃老本 你们说 我能有什么钱呢 云奇看了一眼万力 那我们走了 你可别后悔 文言万力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这女人要干什么 这时云奇突然看向叶璇 我们走吧 叶璇点头 两人直接转身离去 这时万力突然说 等等 叶璇和云奇停了下来 两人转身看向万力 后者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两位说得对 既然都来了 既能空手而归 说着他掌心摊开 两枚纳戒缓缓飘到两人的面前 每一枚纳戒内都有一千万枚道精 云奇收起纳戒 然后说 谢谢 叶璇也是收起了纳戒 然后问他 前辈是在这里疗伤吗 万力点头 是疗伤 也是在躲避道门 叶璇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说 这个地方是 万力神色顿时变得有些古怪 你不知道新宇宙 叶璇摇头 万力沉默 妈的 这个家伙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现在外面造反这么容易了吗 还是说 大道比主人已经被干掉了 就在这时 叶璇突然问 什么是新宇宙 云奇突然说 新宇宙 就是指天未尽强者 这种级别的强者 可以独立创造出 属于他们自己的宇宙 也就是新宇宙 在这片宇宙内 他们相当于是大道比主人那种存在 叶璇微微点头 我懂了 说着 他看向万力 你现在如果出去的话 道门的人会杀你 万力点头 不仅道门的 还有别的 毕竟 我现在实力不如巅峰时期 叶璇突然说 你要不要跟我混呢 文言 万力愣住 一旁的云奇也是愣住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啊 万力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我喜欢自由 叶璇也不强求 微微点头 保重 说完 他转头看向云奇 我们走吧 云奇点头 两人离去 万力看了一眼 远处离去的叶璇 有些无语 自己跟你混 也不知道 这少年是怎么想的 自己好歹是天卫境 而你猜什么境 善恶境 天卫境跟善恶境混 怎么敢想啊 叶璇和云奇离开那片新宇宙 来到外面之后 叶璇看了眼色周 低声一探 云奇看向叶璇 你叹气做什么 叶璇摇头一笑 我来这里是历练的 也就是找人打架的 但是到现在 都没打过架呀 唉 你要打架的话 对手可不太好找 太强的你打不过 太弱的对你来说 又没有意思 说着 他打量了一眼叶璇 然后说 你现在的实力 应该能够跟 秩序境的强者 纲一纲 毕竟 你肉身挺强的 不过 遇到真正 没有水分的 秩序境强者 现在你应该是 打不过的 当然 对方要杀你 怕也不简单 叶璇笑了笑 然厚手 云奇姑娘 你现在要回去吗 云奇却是摇头 我要去最后一个地方 天葬之地 叶璇眉头微皱 天葬之地 云奇点头 嗯 说着 他看向远处说 是这里最危险的地方 因为当年的那位天盗 就是在那儿被杀的 天盗 云奇突然看向叶璇 一起去看看吗 叶璇点头 去看看吧 云奇点了点头 然后带着叶璇 朝远处走去 路上 云奇突然说 你好像 一点都不怕 天位精强者 为何要怕 说完 他突然沉默了 云奇看了一眼 叶璇笑着说 你才善恶精 而你竟然一点都不怕 天位精 这正常吗 你想说什么 叶公子 你有点神秘啊 不仅如此 你还很有钱 除此之外 你还有很多神物 而且最让我不能理解的是 你在造反 但是 你又有大道别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你对这些好像很在意 云奇点头 就是很好奇 叶璇想了想 然后说 这就是你为何不打劫我的真正原因吗 云奇有些不满 我真的不是那种人 叶璇哈哈一笑 云奇微微摇头 你不想说就算了 我们去天葬之地吧 好 说着 两人加快脚步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 两人来到一片沼泽地 见到这片沼泽 叶璇顿时愣住 这一片沼泽内 竟然都是倒雷 一旁 云奇笑着说 你要吸收吗 叶璇点头 这些倒雷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呀 对他的肉身有着极大的帮助 没有多想 叶璇直接跳进沼泽地 刚一进入沼泽内 整片沼泽便是瞬间沸腾起来 叶璇连忙运转 古战体心法 很快 他身体开始疯狂吸收着 沼泽内的那些倒雷 一旁 云奇子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 他看着沼泽内的叶璇 不知在想什么 大约两个时辰之后 叶璇已经将整个沼泽内的倒雷 吸收得干干净净 而此时 他的身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叶璇突然站了起来 一瞬间 无数倒雷在他体内涌出 叶璇深吸了一口气 有些兴奋地说 舒服啊 突破了吗 叶璇摇头 没有 不过我肉身却也得到大大的加强 而且 我感觉 我已经达到现在的极限 若是再突破 说着 他嘴角微先 若是再突破 我有信心 一拳打死一名秩序警 这时 云奇突然说 你是不是 先把衣服穿好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下集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